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的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多谢各位网友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澳洲的事情 澳洲就快有Hunger Games 上演 是什么事呢 因为澳洲的逝离 澳洲最大城市即将解封 原来根据 逝离的 叫做服务业的工会说 现在 是要抢人 现在要抢人 好似Hunger Games 哈哈哈哈 认识的 叫做酒吧 还有 酒店 餐馆 现在的员工 都是 不够的 嗯 哈哈 不过都要做一件事 就是准备要重新开放 6月以来 其实这些 刚才说的场所 那些座椅都已经铺了 下星期一 就是会解封 应该 不出意外地 有大批顾客就去这些地方 你知道澳洲人都很喜欢 喝饮食食 尤其是喝酒 应该是一队开封 队 我以前认识一队兄弟 他们是 做建筑工人 你知道我们建筑工人都找得多 每天 每天都是一双啤酒 两兄弟回去 一双 记住一双 认识的很多场所 现在是争先 恐后地 要顾一些新的员工 要足够 否则聘请人手不够 生意额也会少 因为你始终人手不够 桌子不能多开几张 你多开几张桌子 生意额大 可能不一定是赚大钱 但是你做饮食业 或者做一些服务业 场面很重要 冷冷清清 真的会心寒 人家更加不会去 对 更加不会去 其实做饮食业 都是靠气势和气氛 如果有多人 每个人都说要去 真心说有些地方 出品很糟糕 差一点可以接受 因为气氛搭够 对 老实说 为什么网红店有时候要找妹妹去呢? 就是因为要做一个势 让很多人去 你不要说网红店 买的什么高级雪糕 什么奶茶 有些是妹妹 那些妹妹 其实是做一个势 让很多人去 大家一起去 对吗? 这个羊群心理很正常 我们看到 好像来自邦大 一间餐厅 还有酒吧 他们有非常著名的泳池 你知道有些泳池派对 很多人喜欢的 穿着比堅尼 喝两杯 真棒啊 其实 已经开始营业了 想不到未营业 他就开了订座系统 想不到 他在星期五早上开了订座系统 对不起 几个小时 两个星期 你记住是两个星期的全部reservation 是全买店 即是全部满了 好厉害 生意气力好厉害 全部满了 好厉害 但他们的老闆总监 叫Morris Morris 说 真是想不到人们这么瘋 我觉得反而想像得到 你饿了这么久 现在他很担心 哎呀 糟了 能不能够人手 能够设计 他也不好意思取消一些客户 因为有很多熟客户 不单级熟客户 还有很多餐馆都是想吃头淡汤 做好小事 一直离开生意 如果你这样把人家的气势打烧了 人家可能不来 这么素兴 你知道现在的日子 一说素兴的话 其实不开心就不来 所以Morris 说 现在根本是一场 Punker Games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场的人都是欠缺员工 尤其是一些熟手的调酒师 真是很难请的 他说 基本上一个 有工作经验的调酒师 起码有三间 是给了一个工作的合同 由于封城了三个月 过去18个月的疫情也相当不确定 甚至之前 Sisley 亦都是很多人搬走坤士兰 住的事实 工作人数不断减少 他现在 他不是担心没有生意 他担心不够人 另外 来自Sisley的一间着名酒吧的主管 叫马蒂 他说招聘过程是相当激烈 是老板相当激烈 不是应聘者 他说很担心 因为有些场出饮招 什么饮招 高身滑角 Metty 说 想不到有些很荒谬的工资水平 他们都肯出来 看到每间餐饮业的行家 都是逼不及待的想重新开始 而且希望大展权 为顾客服务 但是 全个行业的员工都很难不够 也意味着 现在是 crazy too crazy 那些工资 工资真是太疯了 很多人 是真的 请一个人都懒懒懒懒 嗯 另外 他也说 以前澳洲未封国之前 其实很大程度上 这里昆士兰也是不知识利的 我们其实很多的 waters 都是国际员工 尤其是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的女士比较热情 还有巴西和哥伦比亚 还有巴西人和哥伦比亚 还有日本人 不过18个月的封国令 令大家都回了自己国家 而且有些搬到没有封锁的州份 因为那里有工作 我们看到澳洲酒店业协会的主席 叫John Green 隔年先生 他说 除了酒店员工期缺之外 有一个行业 也是很难请人的 就是保安 因为各个场所都需要保安 你知道 那些娱乐场所 有时候 有些人动手动脚 戒口震 赌大几杯之后 轻浮 动手动脚 我没有喝醉 最喜欢说这句 喝得越醉就越说这句 我见过有些人 他就不会叫过 直接倒地 真是醉成这样 你抬了他出街都不知道 另外 他也说 保安也担心不够 酒保也担心不够 总之什么都好像不够员工 他说 行内 已经有百分之 四十的人 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 不过他是听那些行内人士说 当然 大家都 没有工组 现在突然之间有那么多工组 你说那些人回流是不是这么快 因为有些是新西兰人 新西兰人有些回去了 还有太平洋 赌国人 他们也回家了 所以这个行业 现在真的很难请人 虽然有工资補贴 但是工人也受到压力 我们看到澳洲联合工会 这些 Hospital Voice的负责人 叫做Lord Carmerlord 应该是位女士 他说 每个行业都是缺人 而且 没有足够的人手 尤其是我们现在没有工作假期 就是那些 打工旅游的那些人 每一个行业 尤其是福务业 尤其是福务业 若以现在的就业情况来看 应该轮班表十分密 估计有些员工要 做十日工才可以 有一个休息 这么行不行 那他就会被 按照法序 就是 这个叫加班费 但是有些人 你知道西人有时候不是给你加班费 是 是吧 宁愿休息一下 当然 在整个封锁和过去18个月的不确定和不断 断开的服务当中 有些场所都很幸运地留住员工 好像来自Redfin的一个 Redfin就是一个以前挺危险的 现在应该好一点 是适合的 Redfin的Sunshine Inn 他们很奇迹地留住了大部分员工 这个星期他们发现 虽然大部分员工都没走 但是 都是需要招聘新的厨师 因为疫情之后 一定会更加忙 他也说酒店招聘港共铺天盖地 但是 以前澳洲国门开门的时候 那些 拿着Working holiday visa的人 即是 到假 打工旅游的人 来抢工做 现在是一些僱主抢人来做工 真是異常激烈的争夺战 风水龙流转 是的,真是像Hunger Games 他也说是 另外 Coliflower酒店的合作人 叫做Jew Jew就说 上个月 他们保持酒吧营业 提供 鸡尾酒的 配送服务 但是 鸡尾酒外卖是否好喝 我就觉得 不一样 始终 喝酒的东西是 喝的气氛 当然有些人觉得 去家里喝也可以 但是 其实我觉得 去酒吧是一个社交活动 可能酒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你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不过得 嗯 所以 他就说上个月 因为开始这个take away 叫做鸡尾酒 即是外卖的鸡尾酒 就留住了一些员工 除了 几个 还要接种疫苗的员工之外 其他的 员工基本上还是留住的 也感谢这批员工没有在最艰难的时刻走 希望 下星期一的10点钟 大家站起来 可以上班 这个 酒吧酒馆的员工 在开业前的最后几天 忙什么呢 就是要吸尘 还有 洗干净的玻璃杯 还有就是gardening的东西 有些酒吧也是花花草草的 也是做这些东西的 希望给 各个餐饮业的场馆 一些新鲜的空气和新鲜的气息 那就是活人一生最好的 因为那些酒吧 有时候你经过 因为它长期是密封的 有时下午还没做生意的时候 下午差不多三点四点 里面有一层的烟和酒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很浓烈 所以全开了 全开了枪去休息 何况你删除了几个月 是的 另外 一位酒店的合伙人 就叫麦当劳 不是努玛 真的叫麦当劳 他说他的团队 在星期一 下午就正式回来了 get back to this 非常兴奋 目前 这家 小酒店 说都很困难 只是接受 预约 你不可以walk in 并且取消了特价酒 现在没有特价酒喝 因为本来星期一 就有十几元一杯 Bloodyberry 你会喝吗 我不认为 可能女士喜欢 十几元一杯也不便宜 13元一杯 这些员工已经是get ready 准备好了 麦当劳也说 虽然没有平价酒去引诱顾客 但很惊喜地 前两个星期的booking 全部都是 订座全部都满了 好厉害 大家认识 其实我觉得也正常 也正常 有报复式的消费 没错 当然除了 这个 服务业之外 还有一个 地方十分的 需要人手 就是农业 因为澳洲的农业 责果 都是由背包客 即Waking Holiday Visa Holders 以及海外人士 包括留学生 还有短期签证的 工签人士 现在澳洲还是封国令 令到 很多水果 价格飞升 在 水果的季节缺乏 摘水果的人手 澳洲的 疏果 上市十分困难 所以相关组织也呼吁政府考虑在农场检疫 令到海外的劳动力 尽快投入责 的工作当中 虽然总理Scott Morrison 亦宣布了一旦 疫苗接种率达到80% 国际边境开放 但是 农民仍然担心 酒店隔离 3,800元澳币 谁肯定 没有人肯定来澳洲 测果 新南威尔士州农业协会主席 James Jackson 他说 酒店隔离的场所有限 而且费用高昂 很多人不愿意回澳洲做工 如果农场主 帮你付这个费用 真的太高了 三千多四千元 所以 农业协会呼吁政府 找一些季节性的工人 在农场隔离 以方便水果成功上市 New South Wales Farmers 即是 新南威尔士州农民协会 和NFF 澳洲全国 农业协会 已经 写信给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和联邦政府 就寻求对于来自低风险 国家的人士 可以进行 农场隔离试点 并且 这种措施可以解决 农场现在極度短缺 人手的困境 亦可以降低隔离成本 同时 亦可以有效地管理新冠风险 是否农场 会不会松手 其实我反而觉得 我对这个政策是有所怀疑的 对不起 当然 澳洲的 供应链 亦是困难的 因为人手又不够 之后 昨天我亦做了一次节目 而且火车司机亦说是罢工 澳洲火车司机罢工 真是麻烦 好合不合 像B&L祖国那些人 是的 其实 不单是澳洲 美国 也是麻烦的 现在 最新的消息显示 美国的 零售巨头 旅二马 原来还有110万 商货 在海上 所以今年美国的圣诞节 会不会像B&L祖国那样 不够野用 说回 从长滩 到圣地瓦角 是满布了等待卸货的船 又是那句 工人就不够 不够社货工人 亦不够卡车司机 所以全世界都缺卡车司机 好心你约翰逊就不要这么那孤寒 觉得你很倾向 只有27个人申请你的签证 我说英国首相 说到那些人会来英国做工的 不是 全世界都缺卡车司机 另一边商 堆积如山的 空集装商 就没办法运出去 导致全球集装商的租金飙升 其实 美国 是进口亚洲产品的主要集散地 就是洛杉矶港和 长滩港 就占美国全国海运吞吐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的港口 堆积情况这么恶化 每天抵达港口等待卸货的船隻 相对下降得很快 其实 现在 好像西岸一样 船隻 出现了严重的滞留现象 已经 创出历史新高 不用担心这个数字会继续改写 当然是向上改写 从运输角度来看 这样将会 产生更高的 滞留费用 你的货位 你滞留肯定要付钱 以及附加费 亦都会衍生出各种的 相对延伍 你一个地方 延伍一日半日 大马sir就知道 那只米 你一个地方一日半日 你可能要数个月 到你的目的地 对呀 从零售角度来看 这些货价 感觉上越来越凶 商店真是从手无策 因为这不是 沃尔玛的单日问题 几乎所有涉及 海运的零售商 都会面临着困境 当然澳洲也是 澳洲也是一样 全世界都是缺乏劳动力 这个现象 都不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决 今年圣诞节假期 美国消费者 可能 跟B&O 组国一样 会面临大量缺货的货价 以及没有办法 及时运底的快递 现在快递 叫做前移或断 就到整条产业链就会停顿 制造出 供应 短缺 最明显的是什么 就是晶片 晶片 如果你缺少的话 其他什么 汽车 生产线 那就停了 汽车 延期交付 延期交付 二手车价格就升了 这些很简单的因果关系 美国港口亦遭遇了这样的困境 不过这次 美国西岸港口 大堵塞的最大原因 是因为 人手不够 有美国媒体就说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 发放给工人的疫情补贴 金额其实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两倍 既然在家里都可以收到这样的钱 为何出来做工那么辛苦 现代产业的 整个 物流链 或者是供应链 是一环扣一环 一个崗位缺少一个工人 带来的 效率 其实 是很严重的 一个环节的效率下降 就导致整个产业的效率下降 是恶性循环 雪球就越卷越大 不用说了 根据估计 美国西岸港口 要清理 现在堆积的 货物 你想想 就算是 到明年年终才完成 明年终 这么糟糕 还有 不只是港口 为什么我说这则新闻 原来美国的快餐店都聘不了人 跟澳洲的餐饮业一样 另外 另外大楼的清洁工 还有 草地 展草 gardening 花园 除草 都聘不了人 还有 游泳池清理 水渠疏通 统统都聘不了人 其实这种现象 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 今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 其实增长 比预期差一点 不单只有Delta变造的因素 更加是 是人手短缺带来新一轮的供应链缺陷 尤其是服务业 令人担忧 澳洲的服务业也是 所以澳洲就是hunger games 另外 美国政府就做了一场经济实验 疫情补贴 干扰了 价格讯号 干扰了资源分配 其实 对于劳动 市场乃至整体经济活动 所带来的冲击 都是十分巨大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补贴就不会长久的 真心地说 它很快应该都会完 英国也完 澳洲一早完了 但是澳洲完了之下 也是难请人 所以 真的要停一停 想想怎么办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并非